花莲的咖啡产业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近年来在各农政单位齐心合作下 打开了花莲精品咖啡品牌的知名簿 县府2021年也摩拳插掌的来推广行销 尤其农业处长吴坤如 5号上午专程南下和中南区的咖啡农 就今年县级或者是全国咖啡精品评鉴赛 产业研习辅导等事宜进行了讨论 并且听取了基层咖啡农民的行声 县政府蹲点累积了两年的咖啡产销能量 今年2021年要全面大外宣 县府农业处今天就邀请了原民处 农粮属于地方农会及咖啡农面对面的讨论 不管是讲在前景或怎么样 我相信很多的咖啡农都愿意 很多的农民都愿意来种植咖啡 讲实在话如果说我们一次 我的品质到底能不能得奖 能不能名列前忙 所以我对我们这个瑞税的咖啡很有信心 透过精品咖啡评鉴赛事的办理及参与 提升咖啡生产技术品质与产销推广 然而不论县级或者全国赛 缴交9斤或25斤参赛豆的资格 对花莲皆属小规模生产的咖啡农来说门槛过高 更谎论打团体战的方式来出征全国赛 如果说刚才的方案A方案B 这些数据来讲 你看分析变大了以后 大家的首相还是方案A而已 包括就是这样 那你一下子要讲25公斤的话 可能对我们真的是有压力 因为讲了25公斤 我自己胜没有多少 今天我彼此得名了 我也没东西卖 在这边我们建议是说 可以区分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销售的顾客 那全国赛的部分 对此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 除了详细说明并与农民交换意见 就县级与全国赛的参赛规定条件 吴坤如也将再与中央提案讨论 会建议中央就维持大概是 我们这边现在维持三公斤 但是在全国的部分是八公斤的部分 另外包括了咖啡生产技术的提升 农机资裁的辅助 乃至于展售推广行销等等 县政府也听取咖啡农的需求加强协助辅导 让花莲的咖啡产业也能在台湾 甚至国际咖啡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时遇人瑞税采访报道